讲到这个远端洗脑改造 我们现在看中国 日本排放核汇水以后 全中国变成用歇斯底里情的抗疫嘛 然后去大量买盐 我觉得这个就是洗脑 没脑子洗成笨蛋了嘛 洗的没有逻辑 现在中国人是14亿人 只有一个大脑能思考 就习近平 你随便思考都抓起来了 虽然听起来可笑 但是在台湾也有一群人是不愿意思考的 他们需要一个大脑替自己思考 过去 我们的社会要渗透进去很难 但是现在可以远单操控 有的人明明生活在台湾 但是他周围接触所有的信息 全是对象出过来的 他的思考方式就和那14亿人一样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人类社会 从来没有发生的一件事情 不光是台湾 在日本其实也有一些 住在日本的中国人 你跟他一交涉 就发现他的想法跟中国国内一模一样 他人虽然离开 但是还是被远隔操纵洗脑 习惯使用微信什么的 信息都要从里面来 对对对 而且像什么各种盒子这种 以前就还有外宣嘛 就是我还要看人民日报海外版 那我还要看这个央视对外 但现在如果说透过这种盗版的盒子 中共它是乐于你去传播的 他绝对不会跟这些 做盗版盒子的公司要钱嘛 在传播的情况下 你住在马来西亚也好 你住在纽西兰也好 你住在日本也好 你住在美国 哪怕你住在南美洲 你都可以第一时间同步的跟中国人收到 一样的央视一台七点新闻联播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趋势 等于是绕过了各国的监管 比如说台湾跟英国 央视能不能落地 凤凰能不能落地 现在讨论这个问题 不重要了现在 已经落地 比如说现在中国在鼓吹打电话去骚扰 各个店住在日本的中国人 打电话去骚扰 你去让这家店 它不能够营业 这属于违法行为 在任何国家的违法行为 但是说这些人呢 并不认为这是违法 他的常识跟当地日本的常识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点我觉得是很恐怖的 但是最近有人提出 怎么防止打骚扰电话 说改名字 我改成什么呢 改成比如说台湾独立办公室 蔡英文后援会 法轮功东京办事处 然后呢 他就不敢打 打完以后人家会查他 可能他就违反那个反间跌法 所以说呢 你把名字改成一个敏感词的话 他们就不敢 怎么样 创意的 你接着电话 你问他说那你三退吗 对对对